第1021集 叶凡相当的吃惊 这样一个荒芜的星球看起来不像是有生灵的所在 怎么会有这样的爪印呢 而且如此巨大的吓人 他历时加了小心 这个古星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然九龙拉关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坠落 当然了 他也更加好奇了 龙师与棺果到底在沿着什么路线前进 为何能够定位方向 有什么力量在引导 究竟要去哪里 终极目的地在何方 最后会怎样 迷 一切都是迷 他很难猜透 难以想清 根本不知终点会怎样 也许这一次乘官而行 会揭开一段密心 知晓他所到达的地方 叶凡飞上天空 遥望向更遥远的地带 想认真看一看这个世界 是谁在寒冷的宇宙中开路 指引向何方呢 突然叶凡一呆 他望到了地平线上的一抹金色 似是一片植被 且还风貌 只是颜色太奇怪了 这是充满剧毒的星球 还有生命迹象 让他很惊讶 看了一眼古官等 快速地向前飞去 前行了几十里后 叶凡走出了这片不毛之地 发现了前方的生机 一片金黄 无比璀璨 他目瞪口呆 这是一片黄金属 无比耀眼 当然 它们并不是金字组成的 而是有生命的 他摘下一片叶子 流淌出金色的叶滴 放入口中有点苦涩 也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还有一丝精气流动 奇怪的地方 有生命的古形 一处有特别生命的原地 叶凡进入林中 向中心区域走去 不得不说 这是一片很绚丽的古林 每一株都是金黄色的 与以前所见植被大不一样 突然 啪的一声 一株最老的大树上 有一朵巨型金色花朵 突然绽放 花蕊如一条舌头一样冲了过来 将叶凡卷起 一下子就收进了花朵中 而后快速闭合 金光流动一片刺目 叶凡体内的神力向外流淌 被巨大的花朵所汲取 要抽取他一身的精气 将其炼化 叶凡一灵 给我破 他用力一阵 花朵连同这株古树都一起粉碎 如一片碎金坠落 纷纷扬扬 金光朔朔 有很多精气冲了出来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 炼化进自己的体内 而后 钉的一声清响 一枚精体坠落在地 不过割卵大小 这是古树内蕴的一枚金石 为金色 非常的炫目 充满了一种本源性的力量 叶凡持在手中细细观察 觉得很圣洁 将其手指都映照得晶莹透明 他惊异 这是怎样的一颗古星呢 怎么会生出这样的老树 与另一个世界的生命体不大一样 整片古林 只有这样一株老树很特别 其他都很正常 没有汲取他的神力 且他发现老树的根莖 扎根于每一株树体上 吸取他们的精气 树精吗 难道说是一只老妖 还是说就是这种生命形式而已啊 叶凡走出这片金色的谷地 发现那种古树是一个统治者 所有的黄金树都为其提供精气 而今被他回去 当他穿行而过后 没有发现一只动物 很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甚至连风声都没有 宁静的让人绝望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颗古星 很远的地方 一片刺目的紫光传来 如一片红巢一样在汹涌 叶凡前行很快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片神奇的植被 无论是叶片花朵 还是根精 所有种类都是紫色的 且有阴韵雾气发出 如霞闪动 这个世界真是奇特啊 没有一株绿树 所有树体都如宝石雕桌出来的一样 但却偏偏有生命 这一次叶凡很留意 正中央有一株古树 依然很特别 似乎是一位统治者 在他接近后 这片树林紫光冲销 而后在天空中 划成了一把巨大的天剑 力劈了下来 以西间 大地上崩开了 土石飞起 一道巨大的裂缝宽达树杖 蔓延出去树里 一剑之威很惊人 什么 叶凡相当的吃惊 他原以为 只是一片古怪的树林而已 与另一个世界生命形势不太一样 而今却见到凝聚成一把巨大的紫剑 让他觉得莫名很是神秘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叶凡没有轻视 轮动打身边重重的砸了下去 与紫色的天剑交击在一起 身体矩阵 倒退出去足有十几步 不过却承受住了 这一剑威力其大 地上的十几个脚印全都是军裂的 迸发出许多裂痕 蔓延向四方 很可怕 黑色天剑碎裂 化成一片紫光消失 这片植被断石消失了一大半 枯萎了下去 中央古墓则直接崩碎 一声清响 一块积卵大的紫色晶石飞出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闪烁出很强大的神力波动 叶凡一把揭在手中 这是什么 为何每颗灌树中都有一枚 它手心中有两颗晶石了 却根本不知是什么 到底有何用 似乎能当作圆块来汲取精气 不过 当它尝试时发现很费力 密封的非常好 且无比的坚硬 很难捏碎 叶凡继续前行 它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样的一片世界 必须要走得足够远才行 前方有海啸一样的声音 发出赤光冲天 如一大片火烧云一样 隆隆而鸣 叶凡走向前去 见到了真正的场景 那是一片赤红如血的古墓 是无尽烟霞在流转 这片赤色的古树格外高大 许多都足有数十米 而中央的那种赤色的树王 更是有数百米高 如一座小山一样 仿佛以红珊瑚雕刻而成 很归美很漂亮 赤红如血 叶片晶莹 但是却也极度危险 叶凡刚一临近 整片古林就化成了一片血海 而后赤霞淹没天地 一尊高大千丈的赤色大鼎 显化而出 完全是由赤霞凝聚而成 从天而降 给人一种无法抗衡的感觉 天崩地裂 赤色大鼎 形状古谱 三足两耳 鼎身浑远 与叶凡的鼎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上面的花纹都相像 叶凡一呆 古中国的特征 紧接着 快速出手 这一击太强大了 而今他修为大进 也感受到了威胁 绝对有绝顶圣主拼死一击的神能 叶凡并没有耗费神缘 直接祭出了黑葫芦 九色火焰滔天 瞬息将谷顶淹没 可查一声 神焰漫天 锯顶被烧碎 而后前方那片赤红的树林 也枯萎了一大片 树王粉碎 如一片烟花在绽放 一块巴掌大的赤色晶体飞了出来 神能很强大 如一颗神星横空而过 叶凡一把抓在了手中 将其牢牢掌控收了起来 就这样 他一路前行 不时见到古墓林 共发现五种颜色的古树 皆朔朔生辉 都有一株树王 生有一枚金石 就这样 他穿行了上千里 发现树十片梨木 最恐怖的一株让他振振心计 那是一株乌光冲销的古墓 乌光凝聚出一尊神魔一样的躯体 一吼之下 一片山脉都崩塌了 不过 最终还是毁在了黑葫芦下 古墓中坠落下一块 一尺剑方的黑金石 这个世界 生有五色古树 一番怀疑与五行有关 很像传说中的五行真木 可惜它所知有限 因为古籍记载很少 但是它知道五行真木 无比珍贵 极其的难以培养 世上少见 不曾想 这颗古星上 却有这么多 且长势良好 无比的繁茂 我最爱的 请不吝点赞